基督教宣教室拆毁附属花蓮必师大教养院 在4号举行的董事长顾美龄宣教室荣退感恩礼拜 除了县长徐正伟还有立委副扑齐出席 还包括了市长魏家燕 先元张美慧、魏家贤等人 都出席感谢宣教室顾美龄 35年来在花蓮的牺牲奉献 县长还颁发了荣誉献民证 以及花蓮欲向石雕 场面温馨感人 自民国78年来台 至今服务35年岁月的71岁 德国宣教室顾美龄董事长 在11月将退休返回德国 花蓮县基督教宣教室拆毁附属花蓮必师大教养院 4日举办董事长顾美龄宣教室荣退感恩礼拜 除了县长徐正伟 协同立委副昆琪 包含市长魏家燕 现议员张美慧、魏家贤、林哲师、韩林美等人 都出席表达感谢他常年在花蓮的牺牲奉献 其实我们结议院的部分是从我当代表 一直到议员 甚至于是我在选市长之前 那有台北的公认社圈车 那跟郭妈妈其实有多了一些 那未来即使郭妈妈毕业典礼了 我们依旧会替毕斯大争取更多 那引荐更多的资源带给毕斯大 最后我想我们永远都是毕斯大的孩子 那跟大家一样 最后也祝福您身体健康 谢谢 虽然是还手 但是我们心中永远都 有一个角落 是我们跟顾教室在花蓮 在毕斯大 在所有场地 看着我们毕斯大的成长茁壮 这栋的介乎从无到有到现在 所以我们继续来毕斯大 还继续来让我们花蓮的力量 台湾的力量 能够透过我们的姑妈妈 延伸到德国 延伸到各地好不好 顾美林轩教室 深爱愿内每位身杖愿深 是每个孩子心肝宝贝 让毕斯大深受花蓮人信赖 2017年荣获移民署长何龙春 清班永久居留证梅花卡 感谢他对台湾无私付出的贡献 花蓮县长特地在4日这天 颁发荣誉献民证 与治政花蓮异象石雕 将大爱和人生最精华时刻都奉献给花蓮 希望之后返回德国 能让毕斯大的力量继续长久传承 记得蒋方燕华林师报导